一支由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 工商银行代理发行的巨额理财产品 发生了濒临违约的危机 因为融资企业的崩溃 投资者被告知可能无法按期拿回资金 而工商银行和地方政府部门却表示 不对投资者损失负责 虽然目前解决方案已经出炉 但是投资者可能最多只能拿回本金 业内人士预测 涉及中国影子银行的信托和理财产品的 对付危机和违约现象 将大规模的爆发 近年来大陆信托资产规模 从几千亿元突破到十万亿元大关 但风险事件确实又发生 尤其是今年以来 信托理财产品出现的对付危机 已经开始令投资者们恐慌 据报道 大陆一家影子银行中程信托 从2010年开始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行 以每年约10%的收益 将价值30亿人民币的投资信托理财产品 出售给大约700个银行高端客户 用来向负债累累的煤矿公司 山西正负能源集团提供贷款 在银行副董事长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逮捕后 这个煤矿公司也在2012年崩溃 忠诚信托警告投资者 融资公司可能无法在1月31号投资到期时 偿还客户的资金 至于投资者什么时候能拿回资金 确知自未提 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江建青 1月23号表示 工商银行出售的基金产品出现相关损失 银行不会提供投资者任何赔偿 江建青还说 这种事件给投资者他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在未来当他们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 他们必须看清风险 银行在里面地形销售的时候 它肯定是做一个渲染 说融资商怎么样的实力潜行 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投资者不可能去实际去考察 拿融资商的财务报表等等来仔细看 一是没有专业的能力 二也是没有太多的兴趣 面对各方的推诿 投资者们发出了愤怒的抗议 投资者向媒体说 中国工商银行和忠诚信托挖了一个坑 用草帘子盖上 然后让他们往里面跳 而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钱不是用于任何公司的实际运营 他纯粹是欺诈 拿他们的钱来填补一个巨大的金融空洞 应该首先做的就是资产评估和风险的调研调查 本身融资商在之前之前欠下了高额的高利贷 他们可能不知道 而且这种信息非常容易的查评到的 可是忠诚信托还有工商银行 仍然发行了这样一个巨额的这样的矿产类的信托 因此不难推断出来 忠诚信托公司和工商银行为了置身的利益 仍然知识风险一不顾 把这个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 在市场的强烈关注下 1月27号忠诚信托的解决方案终于出炉 投资者将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立刻在协议书上签字获得本金兑付 但无法拿到最后一期约7%的利息 二是继续持有可能会获得预期的全部本息收入 但也有可能拿不到本金 虽然忠诚信托声称是一名身份不详的投资者 向融资公司注入了一笔资金 挽回了这场濒临违约的兑付危机 但分析师指出这一看似救助的做法 可能给市场传达一个错误信号 就是高风险的理财和信托产品 还可以安然无恙的逍遥下去 将鼓励投资者继续投下更高风险的赌注 这可能最终破坏整个金融体系 因为两个银行主要是有两块 一块就是信托 另一块就是理财产品 这两大块总额都超过20万亿 其中各方面的关联都很密切 比如正规的银行金融机构 还有地方债 还有房地产行业 他们互相都纠缠在一起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不是单一层面的危机 一旦有一个风险的引爆点 它将会发生整个层面 整体的金融危机的发生 现在已经迫在内阶了 很多业界人士担忧 忠诚信托案件可能是中国影子银行领域 许多潜在违约的第一起 因为今年将有大约5万亿元的信托产品到期 而这代表着更多的违约即将到来 我们下期见